好 花莲之卡宣公园 近年成为居民以及游客的休憩景点 每年暑假开放清水公园的设施之外呢 县政府争取花冬基金的挹注 增设公园共融游气的设施 随着儿童节的到来 4月8号将举办儿童欢乐派对 由家长带着儿童来闯关 体验游客设施的关卡 让孩子玩得开心 家长也放心 感受全新的之卡宣公园 为建安乡的之卡宣绿森林清水公园 面积18公顷 是亲子假日游戏的场所 近年来先赴透过花冬基金 7500万元的经费 推动之卡宣绿森林清水公园 园区重塑改造计划 融入了play for all的概念 提供更多元友善的游戏设施 荣业住场成属表示 儿童节活动以7到12岁儿童为对象 由家长带着小朋友们体验园区 荒野冒险岛 魔法音乐盒 生活天空树 种子图书馆 四大关卡 包括滑溜所 走平坑目 演奏音乐旋律 记忆作答等挑战项目 透过这些关卡考验小朋友的体力 观察以及勇气等等 更能够培养庆史之间的感情 除了闯光活动 现场安排绿色疗愈体验 以及农村市集 可以体验提带蓝染 以及种子摆设DIY 能够享受健康自然农村 传统美食以及手工艺品 开幕式也会邀请 森巴谷以及云村舞蹈表演 希望能够带给家长和孩子们 最难忘的回忆 芝卡仙绿森林公园儿童华林派对 在4月8号登场 银额限量200名 开放网络预定先报名150名 现场报名50名 另外绿森林疗愈体验活动 两个场次限量40名 又开放网络预先报名20名 活动完全免费 可以上华林新政府农业处 脸书掌握最新活动消息 记得喜欢华丝伯导